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西方一再施压中国谴责俄罗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 中国没有强力谴责俄罗斯 这和中国以往一直称各国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相悖 哲利坚对此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屈指 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重视各国安全关切 这是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将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此外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日前表示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 有无义务真正支持和维护国际法 应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谴责俄罗斯 3月16日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 布朗提醒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是谁轰炸了我们驻南斯拉夫使馆 对其他有关国家遭受的痛苦我们也感同身受